美国专利局在前不久批准了苹果的一项专利申请 这个专利是关于一个给平板设备使用的带铰链的键盘 这个专利有趣的点呢就是在专利的图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板设备上显示的操作系统 居然是现在MacOS的系统 我做了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专利的内容 那这几天我花了更多的时间仔细的把这个专利读了一遍 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这个专利当中更多更有趣的细节 在专利一开始的部分他就很清楚的讲了 这个配件是给一个Tablet Computing Device 也就是平板设备所使用的 我想这一点也可以解惑很多人的疑问 究竟这是一个平板还是一个MacBook呢 当然这是一份专利 苹果肯定希望能够在当中涵盖尽量多的范围 所以他不可能指出这个平板就是一台iPad 但也因为如此 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 苹果有没有可能发布一款有别于iPad 也有别于MacBook的设备 既能和这个专利当中的键盘使用 又能够运行MacOS系统的 在简单的介绍之后 专利当中一开始的图片就显示了 平板和键盘可以组合的方式 能够看到它有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第一种就是寻常的屏幕朝我们使用者 然后与键盘组合形成一个 大家非常常见的笔记本的状态 而比较新奇的一种组合方式 就是屏幕朝外 平板的背面朝我们 和这个键盘组成一个比较特别的状态 我个人的理解是 这第二种的组合方式 可以把这个设备当做一个平板来使用 如果只是想作为平板模式使用 其实它平板本身就足够了 那既然是把它和键盘配件组合在一起 一定是有别的更多的功能 确实如此 不过先在这里卖个关子 接下来的一张图片 我们清楚的看到了 这个操作系统和我们现在使用的 macOS系统非常的接近 而且因为在这张图片上面 我们并没有看到铰链挡住这个屏幕 所以很容易判断 这个模式是在把它组成一个我们常见的笔记本模式下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和macOS非常接近的操作系统究竟是不是一定要和这个配件 也就是键盘配件连接之后才能够使用呢 其实在专利里面 它是有给了明确的描述的 在专利里它写了在2A这张图片里面 它可以是一个没有和键盘所连接的状态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台平板设备本身就可以运行这个和macOS非常类似的系统呢 下张图片很明显是屏幕朝外和这个键盘组合之后的状态 因为在这里这个铰链挡住了平板的一部分 在下一张的图片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于这个铰链使用的状态 铰链也可以作为一个交互的一部分 在上面显示了一些非常基本的信息 包括电池的电量 然后是一个人的名字 很有可能就是这台设备的使用者的名字 这种可能性下的铰链所显示的信息比较少 可能并没有太多操作和交互的机会 在下一个铰链可能会显示的内容上就多了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菜单栏和我们现在macOS当中使用的菜单栏非常的接近 有find file edit view 以及这些一个小的显示器 wifi的信息 电池电量等等 也就是说尽管铰链挡住了显示屏的一部分 但是并没有影响显示屏的功能 而是巧妙的把这个菜单移到了这个铰链上面 这个就让我有点想到曾经macbook上这个touchbar的功能 跟这个说不定是比较接近的一个原理 更有趣的是 铰链的显示技术除了常见的LCD LED和OLED之外 苹果还把墨水屏也包含在了这份专利内 你以为铰链到这里就完了吗 还没有 因为在下一张图片上我们还很惊喜的看到了Apple Pencil 也出现在了这个铰链上 这个Apple Pencil应该是可以通过磁吸吸到这个铰链上面 而且在吸到铰链上面之后 这个菜单栏还是挪到了这个平板设备自己的显示屏上面 但是它把小的一些图标放到了这个屏幕的两边 也就是没有被铰链挡到的地方 而如果这时候把Apple Pencil拿走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菜单栏可以自动的回到这些铰链上 在使用Apple Pencil的时候就可以把菜单这些空间从平板设备上释放出来 把它暂时的放在铰链的显示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 从专利中放的这么多关于铰链的图片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铰链的功能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它不仅仅是用来固定平板和键盘的这么一个功能 而且还可以拥有一个显示的功能来弥补 由于挡住了iPad的屏幕而造成的显示面积上的损失 再接下来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细节 首先在铰链上面有一个三点的触口 在接下来一张图片上我们也能够看到 平板和键盘组成了一个三角形 可以立于平面之上 而这时候这个触口就可以化身一个与不同的外接设备连接的一个媒介 在专利当中 它描述的可以连接的外接设备就包括了摄像头 投影机 麦克风以及灯光等等 看起来苹果似乎想赋予这台平板设备很多的功能 因为在这种状态下 它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固定的三角架来进行拍摄 就可以实现很多我们现在的 无论是平板设备还是MacBook都无法实现的功能 有人会说即使苹果申请了专利 专利也获得了批准 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会看到这些新的设备 我是完全同意这种观点的 但是既然苹果申请了专利 至少就意味着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至少说明了他们在这方面是有过一些想法 而且有花时间在这上面的 虽然很多人说有了iPad或者MacBook之后 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设备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其实还是会想要有这种形态的设备存在 毕竟隔壁家的Surface不就有着这种类似的设计吗 那谁又能保证苹果不能把这种设计做得更好呢 那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订阅一键三连多多支持 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上班族的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